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阳性是一个古老而复杂的大性 来源众多 而且很精彩 一支主要的出自畸性 还是皇帝之后 西州王族之后 因为西州周康王封了一个同宗寺的人 封在哪里啊 阳国 有一个国家就叫阳国 这个阳国在哪里呢 金天山西洪洞县的周围 那么这一支后来是阳士 这是一支 畸性阳士 我前面讲到过 讲历史类的话题 讲人文学科的东西 最难的就是说无难 从来书上就没提到过 中国还有一个姓 也是女字边旁的 那边是吉祥的吉 吉姓 早一些时候 我肯定不会说有吉姓阳士 那书上是没有 如果我说了 今天就成一个笑话 因为考古发现 挖出来一个湖 青铜湖 挖出来一个 湖上面有两个字 叫阳基 那么现在我们著名的学者 李学勤先生 王光尧先生 李柏谦先生 考证出来 看样子 历史上 曾经存在过一个 吉姓的阳国 也是阳国 但是这个阳国姓吉 文献上没有记载 而且比吉姓阳国还要早 那么他的后代 当然也姓阳 这一只也在山西洪洞附近 另外还有一个 出自阳姓 那个阳 提手边旁的阳 是这个阳 这一只后代 改姓的时候 改成了木字边旁的阳 另外就有很多次姓 因为我们知道 随朝的皇帝信仰 当然这一只混有很多 兄弟民族的血统 那么后来就把很多 有功之臣 次姓为羊 这个很多 还有很多改姓 改姓的有很多姓 是从别的姓改过去的 兄弟民族当中 有很多阳 比如地族 比如白族 比如纳西族 苗族 回族的阳姓 都出过很多人物 非常著名 咱们现在著名的舞蹈家 杨丽萍 对不对 随便举一个 这可以随便举 所以阳姓很复杂 蒙古族 朝鲜族 拉护族 洞族 都有阳姓 阳姓的发源地 在今天三西境内 这个毫无疑问 但是也像别的姓一样 随着战乱 随着民族大迁徙 大量的迁徙 开始迁徙 今天我们知道阳姓 在湖南很多 湖南阳姓有非常多 但是我们要知道 湖南 长沙 岳阳 长德 易阳 湘潭地区 在明朝初年 基本找不到什么人 因为朱元璋 朱鸿武 当年血洗湖南 那里大概十四九空 找不到几个人 后来是江西 和浙江的阳姓 大规模的移民 进入湖南 所以那一片的阳姓 基本来自于江西和浙江 它阳姓的分布 大致也是这样 作为大姓 阳姓的名人数不胜数 太多的典故和阳有关 我这里想跟大家介绍一个大家不熟悉的 大家都听过 叫北有同仁堂 南有胡庆余堂 这个大家听过吧 做中药的 北方越加的 同仁堂 南方胡雪岩创办的胡庆余堂 这句话也不全了 因为还有个中间 北有同仁堂 南有胡庆余堂 中有四支堂 这就跟阳姓有关 这是一个什么典故呢 在东汉的时候 有个名士叫杨正 这个人非常重要的 他在公元108年的时候 他到东来当太守 去当官 路过一个地名叫昌义 昌义的县令叫王密 这个王密是杨正举荐的人物 也就是杨正对他是有恩的 曾经推荐他 才有了你王密的今天 这王密对杨正非常非常感激 所以就来拜访他 过去的人碰到一次不容易 不像今天人说 再见明天见 你明天真见 过去的人当官 你一辈子碰不到两三回的 所以一看老长官路过 就悄悄地去拜访他 他知道这个老长官为人正直 他知道的 不大喜张扬 带了十金黄金 给这个老长官 一个向老长官表达 感恩之情 你推荐了我 你举荐了我 第二呢 老长官的官越当越大 总也希望老长官啊 对自己有点噪音 杨正 开口就是一句 现在很有名的名言 什么名言 叫故人之君 君不知故人 何言 故人 我是你的老朋友 老朋友是了解你的 你怎么不了解你的老朋友了 这是为什么呀 这就明摆着不高兴嘛 你应该了解我是很政治连接的 你滴溜着黄金来干嘛 你来看我一次不就完了吗 结果这个王秘说 说 哎 老长官 木业无知者 现在是半夜啊 我想好的 没人知道啊 接下来杨正 又说了一句 真的是顶天立地的 说天知 神知 我知 子知 何谓无知 杨正说 天知道 神知道 我知道 你知道 怎么叫没人知道 这个就是非常有名的四字 这就成为杨氏的重要堂号 四字堂 那么这个堂号 后来在汝州 也就是在中原 被杨氏后人 用来作为自己药铺的店名 酒鬼酒富玉香 提示您精彩继续 朱姓在中国历史上 是比较显赫的姓氏 因为在历史上 朱姓称地带就有21个 这么一个姓氏 其来源非常复杂 历史上也是名人众多 朱姓 是中华大姓 来源极其复杂 一个来源 说是专虚帝之后 专虚帝 他的后代 被周五王 封专虚帝的一只后代 在诸国 哪个猪呢 铁卫猪 但是旁边有个耳朵旁 是这个诸国 这个诸国大致相当于 今天山东省 周城市一带 或者说 在今天的山东费县 周城 滕州 几宁京乡这一带 他不在河南 是在山东境内 在当时就是比较偏东的 他是辱国的附庸 建都 建在这个地方 叫朱 那么这个国家被灭了以后 有两种说法 一个是 他的子孙后代 因为国家被灭掉了 我们知道繁体字的这一边 今天叫什么 耳朵旁 过去可是一个义字 繁体字 是这样过来的 所以看繁体字 很多问题 一眼就看清楚了 看简体字还得讲 过去是一个义 就是大都义 那么有种说法 是因为国家灭了 土地没了 所以就把那一边字给拿掉了 变成了这个诸 最早是这个诸 这是一种说法 第二种说法 是因为诸国的 诸侯的庞系之随 就不是弟长子 是庞系的 比如老二老三家的孩子 为了表示和弟长子的区别 就把这个给去掉了 反正这个诸 最重要的一字 是从这个诸过来的 第二 出自其性 是姚帝的 姚顺女 姚帝的弟子 丹朱之后 姚帝有个儿子 叫丹朱 那么后来的子孙 就用这个朱 为姓 这是一字 另外还有一个说法 宋国的开国君主 宋威之起 宋威之起谁啊 桑纣王的哥哥 桑纣王的肃兄 不是弟兄 是肃兄 他有个遗孙 叫朱辉 当然他应该姓子 他叫朱辉 后来灭了以后 逃出去了 改为朱氏 这是一字 其他就是兄弟民族 改汉姓 比如鲜卑族的 朱可魂氏 改为朱氏 他的姓缘比较复杂 朱姓 发源于今天的河南 安徽 山东 江苏 这样的境内 这是他的发源地 比较偏东 那么后来 当然随着战乱 开始南迁 唐朝末年迁到湖南 朱宝光 这个都是比较明确的 而朱熙 东晋的时候 还有一个叫朱伟的 从河南迁到了今天的江西 这一支 出了朱熙 朱熙 就是从河南 迁到了江西这一支 所以这样的一个朱姓 后来很早就分布到全国各地 在历史上 朱熙 南方的色彩很明显 朱熙 一直是南方四大姓之一 当然到了明朝 我们都知道 那他就是国姓了 而且朱元璋 风风朱子 风风很多子 都到各个地方当王 所以朱熙 散布全国 朱熙 在中国历史上 是非常显赫的姓氏 因为姓朱的 称帝的 就有二十一个 这个是 跟刘什么有的一比的 这都是很大的姓 而从唐号 可以看出朱熙的辉煌 白鹿唐 你问你是朱熙哪个唐呢 我是白鹿唐的 那就说明你是朱熙的后代 因为朱熙 在白鹿洞书院讲学 还有叫居敬唐 居敬唐 是因为朱熙讲学时候 用了循序渐进 居敬辞制 作为他的教学的宗旨 所以叫居敬唐 居敬唐也有朱熙的后代 你去看唐号看得出来 朱熙还有一个很普遍的唐号 但是这个唐号很奇怪 叫则勘唐 这是一个什么来的呢 而且这个唐号用的很多 这一支朱熙人还很多的 这里有一个典故 汉代有一个很小的官 这个官不大的 大概小县令 可能小县令都不到 这个人叫朱云 姓朱的 当时有一个奸臣 叫张瑜 这个人很厉害 谁也惹不起他 而这个朱云小小的一个官 居然就上咒本 要求皇帝杀张瑜 把他杀了 那么这一下 当然就触怒了皇帝 这皇帝是很宠幸张瑜的 就下令把朱云拖出去 看头斩首 这个朱云太有意思了 这朱云应该说是很很 太绝了这个人 他面不改色 皇帝要拖他出去杀头吗 面不改色 还滔滔不绝的 向皇帝啊 说这个张瑜的罪状 大讲一定要杀张瑜的道理 这个筷子手拎着刀在旁边站着呢 皇帝要把朱云给砍了 筷子手就过来 把朱云给拖走 拖下去砍头 朱云就是一个文弱的人嘛 被筷子手一拖 啪哒就倒地了 倒地以后 朱云太绝了 手扒着那个门槛 还不被拖走 还在那里说 你非得杀张瑜啊 杀张瑜祸国阳明啊 杀了张瑜国太平安啊 还在这里讲道理 筷子手一看 筷子手没面子了 拖不动他 皇帝们说拖出去砍了 筷子手我们拖走吧 他就不走 扒着那门槛 一边扒一边说 就说这个张瑜要杀 到最后把门槛给掰断了 筷子手和朱云都倒在地上 筷子手也没劲儿了 也都累死了 拖了他半天 皇帝一看 太忠心了这个人 太拎了 不畏强权 皇帝就下令 不要杀了 算了吧 算了吧 并且奖励了朱云 这事了了以后 大家一看 皇宫里门槛断了 被朱云给掰断了 然后就跟皇帝说 咱修一修吧 这个蛮昏庸的皇帝 到这个时候挺清醒 说不要修了 就让他留着 可以让我检讨自己 可以多听忠言 并且号召官员们 都向朱云学习 留着这门槛叫折侃 所以朱氏有折侃堂 叫泽侃堂的 基本就是朱云的后代 这个都是很清楚的 朱信 现在在中华姓氏里 排在第十三位 一共一千五百万 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一点 当然是个大型 酒鬼酒富玉香 提示您精彩继续 提起秦姓 人们马上就会想到 秦始皇建立的秦朝 事实上秦姓和秦始皇 还真是有点关系 那么秦姓源自哪里 这个姓氏是如何 秦的姓的来源 不算太复杂 第一 顺 劳顺于顺地 有七个朋友 其中有一个朋友 叫秦不虚 那么说明 顺的时候 就已经有秦姓了 第二 银姓的后代 秦王银正 对吧 银姓的后代 因为银姓的 当初被封在秦国 就是今天甘肃天水 那一代 那么后来有秦国 我们都知道 秦朝灭亡以后 银姓以秦为秦 所以我们现在 不大能见到姓银的 大量基本都改姓秦了 以秦国 第三 源于秦姓 周文王有个后代 封在一个地方 叫秦义 所以他姓秦 另外就是 其他民族改姓 比如蒙古族 穆其德氏 经朝的摩年氏 还有清朝的穆延氏 都改成秦姓 秦姓里边 最奇特的是 这个是真的 我估计姓秦的朋友 也不知道 在中国古代 罗马帝国 叫什么 大秦 对吧 罗马帝国有人 通过陆上丝绸之路 或者海上丝绸之路 到了中国 他们的后代 慢慢融合在 中华民族的大家庭里 他也姓秦 那么这个血缘 就完全是欧洲人了 罗马帝国的人 根本就不是咱们过去历史上的兄弟民族 也不是汉族了 所以姓秦的里边还有这么一支 与秦姓相关的典故 那太多 随便说 比如现在我们经常讲 哎呀 这个人病怒高荒 大家都用 但是这病怒高荒的四个字 最早是谁先说的 很多人不知道 是著名的医生秦桓 不是扁阙 也不是话头 是秦桓说的 用了这四个字 现在很通用 秦姓在今天 排在中华姓氏第74位 人口320万 占全国人口0.26% 秦姓是个古老的姓 接下来是游 游三节游二节的游 游姓 游姓是非常年轻的一个姓 跟百家姓里边的其他姓相比 游姓的历史很短 他得姓只有一千一百多年 这还是一句老话 按照我们现在的知识 一千一百多年前 也就是宋朝以前 没有姓游的 没有 当然这个话也不大敢说 反正根据现在的知识 宋朝以前没有 如果哪天挖出来 这也不知道 因为游姓的来历 就非常有意思 五代的时候 王省之建立敏国 五代的时候 唐末他建立了敏国 敏人姓沈的三点水的沈 为了避讳 因为王省之 王省之的只是审查的沈 但是因是这个因 为了避讳 他不好姓沈了 因为这个字不能提 是王的名字 就去掉了三点水 拿掉了那边改类改 改成了游 所以游 省是一家 游室的祖宗 都把省姓的祖宗 直接当成自己的祖宗的 游姓是从三点水的省 分出去的 这是一字 第二字 游姓 出字 求姓 游和愁 古音相同 而且都是一个意思 愁和游是一个意思 你不要自招怨忧 这个称语今天还有 怨忧你就是不要自己去惹事 不要自己招来仇人 所以这两个姓 大概是一个姓 当然求姓也不大 所以这两个姓是一个姓 另外非常有意思的字 这个游姓 又是一个那么年轻的姓 而且当然人口也不多 但是在兄弟民族当中 很多这个姓 比如在满族当中游 在赫泽族当中游 游可乐史改姓的游 蒙古瓦族苗族羌族都有姓游 它是可以因为这个发音 改旱姓 北宋的时候 我们讲过游姓很少 根据长州辅治记载 江苏长州的辅治记载 宋真宗的时候 泉州静江人 在福建那边 有一个姓游的人 叫游书宝 很奇怪 游姓居然已经到了那里 就在福建那边签过来 改完了姓 就从省姓改成游姓了 这一只 从静江那边 签到了无锡 江苏无锡 我的老家 这一只大旺 游在无锡是名门望主 他 儿子就是游书宝的儿子游大公 孙子游徽 曾孙游柱 玄孙游茂 游梁 游茂的儿子游看 游茂的孙子游育游药 他的曾孙游冰廖 全部进入史册 个个在历史上有名字 这个不得了 全部在史书上 这一只游 就这样啪啦啪啦 算来大概六代人 代代都在史书上待着 这就是无锡游市 游姓的人 当然不多 他是一个那么年轻的姓氏 但是人才很多 南宋四大家 杨万里 范城大 陆游 第四个大家往往会忘掉 游茂 就是前面我讲的游书宝 从福建金江迁到无锡的这一只 游茂 明清之计 著名的文学家 戏曲家 游童 都是无锡的 现在无锡游市 非常非常大 非常是个 但人也不多 但是是一个世代树乡之家 游姓在今天 要说小也不小 百家姓里504个姓 他在今天排在全国姓氏第163位 也不算小 人口也有80多万 所以大家想想 中华民族的繁育能力 那个时候才有的姓 今天已经80多万 真不得了 占全国人口万分之6.4 今天游姓比较多的是河南 你看这已经移的 都已经移的非常厉害了 紧接着游 又是一个古老的大姓 许 许的来源 第一 出自江姓 江太公的江 以国为氏 因为当时 有一个封地 封在许 有一个国家 所以许国 被楚国灭掉以后 子孙以许为氏 这是许氏正宗 许姓最正宗的是江姓之后 另外出自姬姓 谁的后代 了不起 许游 许游这是中国古代著名的贤人 是姚顺时期的高士 姚帝非常敬重许游 敬重到什么地步 希望把地位传给他 许游太贤良 许游赶紧躲起来 隐居 躲到基山去耕食 躲到山里边 不出来了 后来姚帝一看 你不愿意当地 那么你来当官 来当个大官 许游不干 许游做出了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跟今天的意思也不一样了 许游跑到饮水边上洗耳朵 他的意思是 你别让我听到你这个话 你别让我听到你这个话 洗耳是为了不听 今天洗耳恭听 洗耳是为了听 为了好好的听 意思拧了 所以有一支是许游的后代 另外兄弟民族当中也有许姓 所以许姓非常有意思 相对的不复杂 许氏的发源地 那大家猜都猜得到在哪里 河南许昌 他就在那一片 许国 在河南许昌那边发源 战国的时候 许国因为不大 就被郑国楚国一直逼迫 所以他的国人就往河南 安徽那一带迁 楚国灭掉了许国以后 那么许国的后人就迁到了湖北 湖南 还有一些还往北 因为当时人的方位概念 可能不是那么强 只要哪里不打仗 我就往哪里躲 哪里可以跑 我就往哪里躲 当年也没有户口什么的 无所谓 所以有些还往北走 到了秦汉之际 许姓已经遍布 现在的河南河北 后来我们知道 也有去了福建的 也有到了南方的 那么很多许姓的人 前往广东 广西 福建的 很多许姓的人 原来是中原的汉族 现在变成了洞族 壮族 苗族 不一族 土家族 因为他跑到深山里 就这样慢慢的 就跟当地的民族融合 许姓 留给我们今天 最有教义的一个典故 非常有教义的一个典故 我要单独的标举出来 徐允的故事 徐允是三国时候 魏 魏国吗 魏国的都城 有一段就在许昌 对不对 这许姓多 所以三国里边姓许的蛮多的 大明氏 非常有名 这个非常风流倜傥 他根据魏氏春秋记载 他娶了个太太 这个太太姓阮 那么非常的贤明 但是丑 难看 难看到什么地步 云死见恶蓝 徐允一见 吓了个半死 怎么这样 看到自己 这样一下 交礼毕 无腹路易 那没办法 结婚了 结婚了以后 拜完了以后 不进去 徐允在门外头待着 让夫人 在里头待着 那么这个远氏夫人 当然非常贤明 他就派自己的丫头 去看看自己的夫君 他嫁的这个夫君 当然比较满意了 这夫君见他怕 有问题 去看看这夫君 为什么不进来 这个丫头去 他说 先生 今天的话讲 先生有客人在 他说谁 他说姓桓 那个丫头说姓桓 这个夫人讲 势必还饭 很厉害 知识很丰富 他一定是桓 当时一个民事 说将劝史入眼 说这个来一颗姓桓 一定是桓 桓 桓一定会劝我的夫君 进来 果然 桓 桓就说你不对 你太太 你不能躲在门外头 你躲不过去的 对吧 而且你也不能躲 这你对太太不住 你要进去 那么这么劝 桓范是大明事 徐云也是大明事 进来了 果然被劝进来了 进来了以后 看着这实在害怕 对吧 稍微坐了一坐 站起来要走 这个妻子 托住徐云的当时是穿裙子的 男性是穿裙子的 多说裙子不让走 不让走 然后这个云气死了 又不愿意看她 看到她也怕 被托着裙子就问 她说 富有四德 轻有其极 过去对传统妇女要有四个东西 德言容公 道德言语 你要知道跟婆婆怎么说话 跟公公怎么说话 跟丈夫怎么说话 哪像今天的女孩子那么厉害 那你得有德言容公 容 容貌 说女人要有四样东西 你有几样 她很不满意 长成这个样子 结果夫人说 心腹所乏为容 我缺的就是容貌 我长得爆看 很了不起的这个女性 我就长成这样了 你怎么着 我缺的就是容 事有百姓 均有其极 士大夫 读书人 应该有一百种行为 那好的行为 你有几种 这个许多骄傲 揭备 都有 啥也不缺 这个时候 夫人火了 说事有百姓 以德为首 君好色不好德 何谓揭备 君子第一个就要有德 你好色不好德 我有德 我没色 你就嫌我没色 你还有德呢 呸 就骂 那么 允啊 当然这还是了不起的人 这不是一般人 知道自己错 非常惭愧 后来 史极记载 亚相亲众 两个人非常好 相敬如宾 彼此很尊重 后来呢 还生了两个儿子 这两个儿子的名字也厉害 一个叫齐 奇怪的齐 一个叫猛 凶猛的猛 那就不知道谁起了 起了这两个儿子 而且小时候 因为这个太太 非常会教育孩子 这两个孩子 就一直名声 有好名声 徐允 因为太傲了 后来就被杀掉了 杀掉的时候 被杀掉了 被王杀 被国王杀掉了 这个时候他的萌生 跑进来 告诉自己的师母 告诉师母 先生被杀了 而这个时候 夫人正好在仿制 在织鸡 一般的女的 会怎么样 天哪 谁杀了我们家老公 对吧 一般都这样 她 神色不变 回答说 早知儿 我早就料到 一点都没事 完了 我萌生就说 那师母赶紧把两个师弟藏起来 就许奇许猛啊 赶紧把它藏起来 这个夫人讲 无欲诸儿 跟诸儿没关系 跟这两个儿子没关系 后来 他就带着两个儿子 搬到了许友的墓旁边 住着 给许友 守墓 这个锦王杀掉了许友 就派中会 来看 如果这两个孩子的名字太狠了 一个叫许奇 一个叫许猛啊 如果这两个孩子 像他的父亲那么出色 像许友 准备把两个儿子都杀掉 斩草除根嘛 那么 这两个儿子听说这个消息 就跟自己妈妈说 母亲回答 说 如等虽家 才聚不多 率胸怀 于慧语 便智无忧 不须急哀 慧止便智 又可多少问上时 说啊 妈妈讲 你们两个 是好孩子 但是啊 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才聚 别以为你们有点名声 就敢跟你爹比 所以其实他是很爱自己找 知道自己丈夫是大才子 说你们没有多少才聚的 你就这样 算胸怀 敞开了 跟中会谈 中会不是锦王派来 看看这两个孩子的吗 你就这么谈 便智无忧 没有什么好答应 因为就你这点本事 打开了胸怀来谈 也不如你们爹啊 人家也不会杀你的呀 这个许云 就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许太太啊 得严荣公啊 按照中国传统 荣排在第三位 得严荣公 这是非常有名的故事 也是许姓的子孙 给我们留下来的 许姓在今天 排在中国姓氏的第二十八位 人口七百三十万 占全国人口百分之零点五八 接下来的百家姓 连着的都是大姓 比如何姓 张姓 这都是非常大的姓 那么关于这两个大姓的故事 只能留待下一讲 请大家听百家姓的下一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